什么install anyway 然后要同意 最后把它restart一下 那基本上呢 我们就已经把那个外挂挂上去了 那外挂挂上去要重新开 它这个外挂才会生效 应该可以理解 我刚刚讲过自助餐就是这个道理 真的全部都自助餐 那这些流程也是自己想出来的 也是我自己用我以前的经验 把它拼凑出来 因为我习惯了一个方法 然后这个环境的好处是 真的比你阳春的环境还要好太多了 如果没有这个环境真的太难开发了 而且没有办法管理 管理我们的专案 所以就把它关掉进来 那有什么差别呢 new一下 Java里面会有一个order order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它就有一个py div 就py div就是developer 就是开发的话 其中的话呢 就有一个module 就是叫做那个python的module 而且呢 它会出现那个 这个有一个蛇的形状 这图示 这个就python的icon 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拿来开发python 记得以后要选哪一个 第一个就是要选它的module 这个module 其实VBA里面的单位是module 你要第一步要写VBA 一定要新增一个module 再开始写程式 那这个概念跟那个python一模一样 ok 所以呢 待会的话呢 就是可以把这边加一下 就nest 记得选一个module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nest new一个module 然后他会问你一些问题 然后 那个你的forter要放哪里 不过我先把它cancel一下 因为这个应该要 第一个我们先new一个project好了 先专案在专案里面呢再放module 我们刚刚漏了一个专案 所以先一个new一个project 他project的话问你说你要哪一种project 那我们就是选的是那个这个 第一步所以更新一下 就是第一步请你先建专案 在专案里面放模组 专案底下放模组 ok 那因为VBA其实也是一样 他也是专案 只是说他那个VBA里面是 他自动帮你产生 他已经预测帮你产生了 他知道你可能很麻烦 他就全部 所以有的时候三个软体就是贴心 什么都ok的 但是自由软体就是非常自动 就要全部要自己来 好 那所以第一步先new一个project 然后请你选择 一样的是那个python的project nest 那那个python的那个专案的部分的话 那也许我们这边的话 也许你可以给他一个名称 反正如果你想不到的话 一般我们就叫test ok 就是测试用的test的那个专案 但是呢 这个地方他会出现一个错误 他说这个东西 你的版本 一般是3.6 可是问题来了 你要往下一步 他会出现说 这个地方有一个错误 他说你这个地方 我找不到这个interpreter 有没有project的interpreter 什么意思呢 他找不到你python的相关的东西 意思就是说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步骤要加 也就是你要建专案之前 还要告诉他说什么 我们刚刚不是有装一个python的东西吗 你要告诉Eclipse 他放哪里 因为他没有那么聪明 我讲过了 这都自助餐 你要告诉他 他不会自己抓到 所以最后还有一个步骤 做建好那个就是刚刚install之后 最后请你再到window里面的这个最下面一个叫preferness 这边 点下去之后的话 告诉他 特别的进来之后 其实这个画面 在我们讲义或云端里面也有在这个哪一个呢 应该是在后面这个页数 也有一个这边装好之后下一步 这个preferness这边 就是这个画面 你大概找一下这个路这个位置叫python的interpreter 就刚刚他出现的那个讯息 那个python的那个interpreter 所以位置在哪里呢 1点进来之后 2的话呢找到什么 pydiv这个 pydiv就是我们刚刚装的那个外挂 这还没到哦 再往下有个什么 叫interpreter这个 这里面的话还有一层就在这里 OK终于找到了 就是外挂 你要怎么告诉他呢 1你要先找到他 window的preferness 找到这个外挂的interpreter的python的interpreter 这边有这么多层 new一下跟他讲说 我的东西 我的那个目录呢 是放在browse一下 跟他讲说 我是放第一叠底下的 那个什么呢 python的373 在这里 有没有 python的3732 把wind 低叠底下这个路径给他 最后的话跟他讲说 我的python的compiler在这里 所以以后的话你请你 如果你要去做compiler compiler就是 帮我执行程式的时候 你要找到这个执行档 就在这里 把他开行 好 这样都OK了 好 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按OK 这个时候他问你 哦里面我帮你找到里面有这么多一些什么韩式库啦 DL啊等等的 是不是这里 是的话就OK 好 这样的话 恭喜你 你这样应该就成功了 OK 这里哦 应该没有了 大概就到这里而已 一样的 你 deixar 部分现在是会呢 不过称计就开了 针 aug 那当然会 Councillor rol 就是现在的 找到那个目录的执行档 这样子的话呢 他就帮我把那些外挂 就是那个目录里面的python 全部都加到Equilibus里面 那run就不会有问题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一样他跑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new一个专案 专案这边又有允许一下 他可能会有一个什么防火墙 反正可能会去连线 再找到那个python的专案就这里 这时候呢你打一个test 没有错误讯息了 但是呢你可能要记得 我们的value可能要3 他现在没有3.7 我们至少就3.6 然后呢再来怎么样呢 你就选择 这边自动帮我create一个什么 src的folder 这个可能要改一下 改这个 帮我建一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就放模组的 不然的话你将来 可能要自己建一个package 我觉得干脆选这个好了 所以new一个专案 名称也就要test 然后呢你就finish他 那如果呢你看到专案的话 这边open他 ok 这个时候的话呢你会发现 专案建立起来里面有个source 那以后呢我们要写程式就是在这个src里面按右键 再去new什么 new一个module就可以了 那以后的话你第一支module就第一个 第二第三第四 那你new他按右键 记得哦从src new这个module 其实有点像vpa vpa也是按右键 只是说那个vpa的单位是sub 那名称的话也许我们就取一个就 我们刚刚那一支程式好了 比如说你也许就 随便取一个名称吧 也许就p1好了 第一个专案 然后按finish 那再来的话 如果你要run的话 你就直接在这边按ok就好了 直接ok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写 写的话呢你就a等于3 有没有 b等于5 ok 那一样呢 你可以把刚刚的程式 直接就可以在这边run 而且呢他最大好处就是这个 有专案也可以存档 也可以管理 那并且放在你的workspace里面 你可以把它存起来 以后可以加很多很多个 然后这边的话 sum等于a加b 那最后的话记得 不过他另外一个优点就是 他会 刚刚打print 你要打很多次 他现在是怎样 直接打个p enter就好 然后你就打那个sum 而且sum他甚至有时候会自动 帮你追追踪到 你按enter也可以 然后呢最后你可以 把它按执行 他会自动执行 让那个py 他会自动去找到我们刚刚那个 interpreter里面的python 然后帮你去 执行那个python的程式 并且把它conpire 然后按ok之后的话 底下就会秀出结果来了 ok 所以以后的话就会在这边显示 请各位试一下 ok 来外面先还给各位 ok 那刚刚步骤特别最后就是 那个你要建专案之前 请你再到那个windows的preference里面 找到interpreter里面 new之后告诉 我的目录放在那边 其实这一套东西 我跟各位讲 如果我当然也可以给你一个懒人包 环境都ok了 可是问题你下一次 假设我们更新环境 你如果不会这一套的话 你可能就要仰赖别人 给你环境 尤其自有软体 以后可能不只是python 可能其他的软体 只要你要做开发 都会有同样的问题 自有软体就是 环境要自己建 不管是不是开发python 你可能开发别的东西 也是会有同样的问题 除了那个微软 微软它那个商用软体 它已经给你好好的东西了 但是缺点就是以后你要付很多钱 等于随时要付保护费 像现在好像有ofy是360 等于是365天 就要付一次保护费 每一次都要付钱 那自有软体的话 相对的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它缺点就是说 你可能要 试着把环境建起来 试一下